我們進入簡報36頁就來用看看這個語音朗讀 那Webduno這個當然就是跟Google的合格 就是配合 所以它有朗讀也有聲控 那這個機目會在哪裡呢? 來我們找一下 在左手邊你看一下 左手邊進階功能這裡 打開 有沒有看到語音聲控、語音朗讀 還有行動裝置的控制都在這裡 就是倒數這三個 這三個 我們先從語音朗讀開始 這比較簡單 也不會有設備上的問題 點開 它的機目不多 就這麼四個 所以呢 如果我們要配合剛剛的開燈關燈 你可不可以除了視覺上看到燈有亮以外 螢幕上看到它的訊息 可不可以加上聲音的提示 可以 所以我就告訴他 麻煩你第一顆拿出來 遙控器螢幕顯示完 我順便把 朗讀這個 文字出來 狀態切換 有沒有 朗讀什麼內容 是不是也可以自己決定 對吧 好 那 它語音朗讀的時候 有一些參數可以設定 所以我們從 剛剛這個 語音朗讀裡面 第四個 高速報告 高速報告 這個你把它丟出來 放在參數裡面 放進去 來我們看一下 它可以唸什麼 可以唸中文 可以唸日文 可以唸英文 但是它有一個不能唸 你給它中文就要唸英文 不行 因為它不是Google翻譯好嗎 所以你要它唸什麼文 請答什麼內容 好 這是第一個 音量沒有問題 我們通常機會比較高 但是音調啦 速度 各位應該都聽過Google小景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決定 好 音調的高低 它也有燒瞎的 有沒有 我就先用正常的 正常的 好 這樣子我就有一個囉 所以當它按下我們的 按鈕1的時候 它會做一個狀態切換 好 那這個 一樣可以複製嘛 對不對 我就按右鍵複製 拿下來 所以當它按下2的時候 我會開燈 那我們可以給它用 尖綴的 好 再來一個 您可以自己先設定一下 好 我把這個地方關燈把它弄進來 那我希望它 用比較少加的 然後慢慢講 再來 閃爍的 正常的 慢的好了 然後這個比較快一點的 我就用正常 但是很快的 好 OK 我們馬上來測試看看 燈會不會亮 我就不管它了 沒有啦 我真的不用看了 我們就聽看看 好 現在我執行了 當我按下1 狀態切換 這樣有沒有唸出來 這是正常版 好 狀 2 關燈 有沒有 慢 關燈 這是正常的 關燈 好 欸 開跟 轉 因為我是 按下跟放開 對不對 一顆按鈕 3 想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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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壞一點嗎 對不對 想做一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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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不行了 好 所以你看 搭配語音朗讀 有沒有變得 我們的提示又更明顯了 有兼顧到視覺聽覺都有了 好 好 那 語音聲控呢 也是可以的喔 欸 也是可以的 所以 您進到簡報的37頁這邊 37頁 好 進來之後呢 麻煩大家注意一下 欸 剛剛那個 您用行動裝置也可以喔 它一樣會唸出來 但是 我現在講37頁這裡 我已經有告訴你蘋果 進入喔 有的 進入不是進去的進 是進止的進 呵呵呵 有沒有 所以 蘋果的 在 就是iPhone的部分 在這個 語音聲控 或 語音朗讀的部分 有時候會有問題 好 因為它有安全性的問題 或者是它用到什麼鏡頭 對不對 用到攝影機鏡頭 是不是有安全性的問題 好 所以它就會控制的比較嚴格 來 那我們看一下這個部分該怎麼做 我這邊呢 有提供兩個版本 一個是單純的語音聲控 一個呢 就跟遙控器結合在一起 好 這兩個就是寫好的版本 那 這個沒有關係喔 我們就先看一下 這裡 先找到 我們家 這裡面 進階裡面 剛剛不是有個語音聲控嗎 對不對 但是我們希望它不是隨時都要聲控 對不對 我可以按住某一個按鍵的時候 讓它做語音聲控 當我放開那個按鍵 就不做語音聲控 這樣比較不浪費資源嘛 欸 你跟西瑞在講話的時候 會不會一直講下去 呵呵 不會 你是不是給它一個命令而已 所以那個命令聽完了 它是不是就做它的事情了 我們這邊也是一樣 好 所以我現在呢 我們就準備一顆按鈕好了 好 假設我在這邊 我就準備用紅色這一顆 好嗎 我用紅色這一顆 好 所以我增加一個遙控器的按鈕 當我按一下 當我按一下這一顆 第一顆的時候 我來做所謂的語音辨識 我順便再多加一顆 好 好 那你看一下在這裡 放開 我先準備這兩顆 有沒有 一個按下一個放開 好 那我找到這個語音聲控 放開的時候 我就停止辨識 我就先把它丟出來 這樣可以 好 放開我就停止辨識 那 按下去的時候 就用這兩顆 欸 這裡 按下去 我就準備開始辨識 好 開始辨識 這時候它就會存取你的麥克風 好 存取你的麥克風 不過老師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這個地方啊 它可以辨識的語言 是中文跟英文 好 你講日文他聽不懂 這辨識的部分是兩個 第二個 跟你的裝置有關係 今天因為大家都是用筆記型電腦 這是在電腦上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go on 就是這個 如果你是在行動裝置上 你要設成off 也就是說如果未來 你這個應用 是要給人家 比如說掃QR Code之後 去做語音聲控 那你就必須要把這個地方設off 它就是兩個要分開 因為電腦呢 它是持續辨識 可是在行動裝置上 它就是辨識一段時間之後 幾秒鐘之後 它就必須一定要停 它把這個聲音 送到google 去做語音辨識 這樣你了解 所以這個一定要注意一下 我們現在電腦上 我就用on就好了 好 那我現在設好了之後 那你總是要告訴他 我辨識出什麼字之後 要做什麼事情啊 對不對 所以我在聲控裡面 第二顆 積木 就告訴他 如果我的裡面 比如說我開燈 我就來把燈打開 對不對 好 那我現在偷攬一下 從上面複製就好 如果我有開燈 這個字 我就把燈打開 把LED燈 打開 這樣可以 當然你螢幕上 要不要寫字打開 你就可以自己決定 好 那一樣的 如果我有關燈 關燈這個指令 我就把燈關掉 那閃爍那個都一樣 所以我們可以馬上測試看看 來來來來 我們試看看 你看我把它停止 重新執行一下 那我剛剛是設定 是不是按下這一顆 不放 那麼第一次按的時候 手機上也是一樣 第一次按的時候 它會出現這個畫面 可不可以存取你的麥克風 有沒有 這個大家都有 所以你要按允許 不允許就不行 好 現在OK了 我再重按一次 開燈 來 我剛剛忘記給你看 我們加這個燈 有沒有亮起來了 按住不放 關燈 關燈 欸 沒有 應該是他抓到我那顆麥克風 有的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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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抓到 開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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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有吧 有沒有 您可以先試看看 看 那您試過之後 一定會有一個疑問 為什麼有時候講 他好像不太想理你 對不對 所以等一下我們要把 辨識的內容要顯示出來 我才知道為什麼我的發音不正確 對不對 您先試看看 看這樣能不能開燈或關燈 記得走在路上 不要幹這個事情 人家會很瘋 好 我們剛剛呢 大家測過之後 應該有發現就是 只要大聲一點點 應該都OK 對不對 可是呢 為什麼有幾次不成功 就是 你講的 他可能變質出來 不一樣 那怎麼辦 我們來這邊 我們 不是這裡有一個 螢幕嗎 對不對 我就把它變質的結果 顯示在那邊就好了嘛 那 這個時候我就要搭配一下遙控器囉 遙控器的螢幕 對不對 要顯示什麼內容把它丟出來 我通常丟在最上面 丟在這裡喔 要丟在語音辨識的機目裡面喔 你丟在外面就沒有辨識到了嘛 對不對 好 那顯示什麼內容 是不是要顯示 我們剛剛 語音聲控裡面所辨識出來的文字 第三個機目 你把它丟出來 就這樣就好了 唉 我們馬上來測試一下 這裡 記得要重新停止再執行一次喔 開燈 你知道為什麼 它剛剛沒有辨識成功了嗎 你看我現在一直手按著 它有沒有一直在做辨識 開燈 你看變成颱風有沒有 因為我現在距離那個麥克風比較遠 這樣你了解 知道為什麼 不成功了吧 我們不成功 沒有關係 但是要知道為什麼 所以你把它顯示在上面 我可以更清楚知道 哦 原來每一台麥克風收音的狀態不一樣 辨識的結果也會有很大的差異 當然網路速度慢也會有很大差異喔 有沒有 有沒有 那 還是提醒大家 如果你想要手機上試的話 要把這個地方 即時辨識 要記得要看一下off-off 這個地方一定要記得變 你就改好之後 重新執行 然後掃QR-code 你可以在你的手機上試看看 走在肯定 有一雙rato Rocky 確託 這麼從